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湖时代 卖艺 吴曼森 他们才貌俱佳 甚至能左右朝政 在当代让人津津乐道的 一季奇迷子 则不能不提到他 根本七宝子 七宝子现年77岁 混血外形 艳丽 抢眼 人生一季界的奥代理赫本 1962年 他在一个茶会 被印尼总统苏卡诺向众 两人迅速醉入碍格 后来只为印尼第一夫人 但好景不长 1965年 一名军事政变 七宝子流亡法国 等到政变平息 再回到印尼时 全已经认识全非 目前七宝子回到日本定居 他始终被尊称为印尼国母 戴维夫人 因为特性海派 作风大胆 活入于政流社会 集中人圈 就在他53岁高龄之际 还出版写真机 照片张张裸露 性感 功率尤存 大胆情味的七宝子 再度颠覆 世人想象 从一代年纪 到祖统夫人 七宝子在历史上 留下传奇色彩 日本一纪 这项职业在日本 逐渐是为 他是雪岚 现年15岁 被制成为当代一纪 进到制屋 妈妈桑的话 就是规矩 在这里 禁用手机 未经许可 更不准跟家人联系 他必须从打打做起 举番洗衣 端茶 打扫 服从是第一准则 除了美姊美姨 才艺课程更不能少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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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要点准备 一 二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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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再苦 雪岚只能咬紧牙根 每当夜深人静 雪岚总是忍不住 撕灭遥远的家乡 和许久未见的亲人 才十五岁 多么煎熬 我还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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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岚总告诉自己 不准哭 他将相愁 慈情之苦 化作自居 寄给姚远的妈妈 姐姐 你好吗 我也有着 我还在金山里 也有着 我还在金山里 也有着 我还在金山里 读着女儿寄来的信 字里行间 透露女儿 在异乡的艰苦 龙女怜心 眼泪瞬间溃提 由于宁 牙几近又是 história 利坚一年半的学习 这一天 志鸵将为她去行好事 能不能成为舞技 寻耐忐忑不安了吗 这台艰苦 暗 mix 目前只有一年半全新出院 我们好奇 你的感觉 历经一年半的学习 这一天 我希望能夠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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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奈終於通過考試 正式成為舞技 這時媽媽才特別允許他 和家人通電話報喜劇 もしもし?お母さん 嗯 很棒 聽到媽媽的聲音 學奈淚濡以下 這些日子的磨練與苦難 都獲得了代價 接下來 學奈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雖然日的日記逐年沒落 但依然有人以感人的熱血 與堅強的抑鬱 穿上華美和服 試圖傳承這項百年文化